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地之间有一缕寒光 那是正义之神组成的离间 离间 现在说 无放过贪婪的藤蔓 潜在心 对眼睛一片蔚蓝 潜在手 无放过贪婪的藤蔓 潜在心 对眼睛一片蔚蓝 暮光如简 只会如简 有我们就有 从无望过的小园 永波 你们的报告我看过了 关于孙朗的事情 局党委认为证据不足 不能处理 您的情况怎么样 我跟孙世纪汇报了 那个地区党委也下了文 企业还算配合 有的企业都开始运行了 我说什么来着 你不跟地区领导打招呼 工作能这么顺畅吗 顺畅到谈不上 有的企业呢 给我们捉迷藏 把账本都藏起来了 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了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通知下位各局 要做好专案行动 对于人员的后勤工作 我要求他们挨家挨户去走行 有困难就立刻解决 谢谢 不过呀 我还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什么 我担心有人 到你那说情 我这就不好办了 你是说你们上了房 我会撤梯子 这梯子可是你给我们顺到房檐上的啊 闭嘴 你个臭小子 喂 这老头 多亏了我那两个公司没开 要不然就全完蛋了 你就真的顶不住了 我想过了 我们跟唐永波较劲 赢不了 我的意思是 你真正跟乔永波较劲吗 幸亏我四边早留了条后路 怕整不到我头上 阿货你跟我说实话 你究竟有几家金融中打的公司 除了跟你合作那五家 我另外就开了两家 跟你学的 法人都不是我 走吧 别谈了 去泡下温泉 我刚泡过了 你先去吧 我打个电话 好 小莫 有什么困难跟我说 只要我能解决的 好 这样啊 你呢 去劳务市场 找一个家政服务员 工资又举理出 这个 不过我先说好啊 咱们就是产前这两三个月 我还小气啊 谁比我大方 你说 局里有局里的难处 行啊 黄云谦这次完成任务 我放他几天假 好了 好了 将来立了功 那奖章上也有你的一半啊 哎 好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啊 多保重 有时间给我打电话 好 拜拜 师傅 再见啊 谢谢啊 东哥 昨天大家伙还说呢 整个行动队 就咱们煮笑里这钢 你那北高这块 真可谓清晨熟路 就拼我 在这个地方 我熟你知道吗 哼 有 哎 这里啊 哎 你赶快过去 你小孩和我几个小孩 在打架前面 在 在哪啊 在前面 在那 谢谢啊 没什么 没啥 你爸走我爸我们就送你 对 天啊 死了 住手 快开车 啊 好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啊 妈妈联系不上你 要我给你做贡献了 你 为什么那么多人恨你 孩子 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他们说你缴了他们家的生意 孩子 打疼了吗 疼 啊 我爸妈看看 孩子 爸爸和这几个叔叔还有工作要锁 不能陪你去医院 在这前一趟 前面有医院医务所 自己去找哈曼医院去看看 好 快去 再见 再见 爸爸 我知道您干的是好事 我不法被他们打 看完病早点回家 别让你妈担心 去 明江 你进了专业组 家也倒了没 这些天 你是出了名的家贼妹妹 我也就成了贼婆鬼妻 走在街上让人家戳几两股 骂祖宗不说 每天晚上 数不清的恐吓电话 更让人赶战先进 专案组里省局的领导 他们惹不起 行动对其他人 是从别的地区来的 他们管不着 于是所有的不是 都归咎于你头上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总之 你还是从厉剑专案组撤出来了 别再让老婆孩子 为你担心受怕了 中局 中局 赶紧回家看看吧 没事 孩子的事 千万别给程中书 林伯伯 林伯伯 先帮我把这个 好好 我们跟中国执行任务的时候 听到的段话挺多的 说什么中民将不想在北高这一亩 咱们就是呆了 就说中国在这次专案组行动中 立了大工就掉到北京去了 有的企业把人还紫着鼻子嘛 说什么好狗还护三连 你连狗 哎 中国这人其实挺好的 骨头还平硬的 孩子也不错 被打得比进来一种还 行了 我都知道了 行了 我都知道了 行了 我都知道了 谢谢你了 东哥不让我们告诉你这些 嗯 我知道了 你们先回去吧 好的 好 哎 你好 请问 张科长在吗 哦 我就是 哎 你好 我是那个孙区长的朋友啊 对对对 好 赶紧搬天 好 赶紧就得了 好 赶紧就得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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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个箱子在这里 就这两个箱子 对 那我们来 这样可以吧 啊 可以了 好 好 那感谢你张科长 哎 不用 一点小事 好 哦 一点小意思 这么点小事你就甭客气了 不不不不一定的 一定的很麻烦你了 很感谢 哎 哎 哎 夏小雨 啊 公司对你的业务能力非常满意 京总裁同意 决定即日起 提升你为财款部的主任 啊 啊 小总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你把我夏小雨 招聘到公司 我都特别感谢 哎 哎 您给我这么大的责任 我怕我担负不起啊 哎 哎 没问题没问题 啊 这样吧 我现在送你过去 啊 啊 好 请 谢谢小总 嗯 嗯 来 好 张长沫 写字的时候手不要发颤的啊好 发颤的好的 嗯 嗯 妈 我跟你说呀 我们远东公司那财派主任呢 叫袁艾梅 一天哪死没大眼的 好像谁一个都欠他钱似的 妈 是不是叫做人风喜事精神爽啊 萧总说呀 他是看上了我的本领 才提升我的 一点咱们长达局长的光都没沾上 这次啊 永波回来我就告诉他 我考进远东啊 完全是靠我自己的本事 提升的 看他有什么话说 妈 以后我师父得叫你夏主任了 什么 夏主任 去 小屁孩 哎 乐乐 你不是想玩游戏吗 赶紧去吧 哦 先去玩吧 好了 今天写得不错啊 快去玩吧 嗯 妈 哎 哎 星期天咱们请邝叔叔来家里吃饭吧 干什么 他不是最喜欢吃你做的那个农家第一碗吗 顺便呢 还可以问问 那有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嗯 哎妈 那个 是啊 你跟邝叔叔年轻认识的时候 他还没结婚吧 那您俩怎么你走到一起去啊 哎 你问问嘛 邝叔叔那么好的人 我要和他走在一起啊 你跟永波就走不到一起了 嗯 那倒也是啊 嗯 那倒也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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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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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您醒了 这是哪儿的 这是我家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是我爸妈救了你 你生了一个儿子 恭喜你啊 大姐你叫什么名字啊 成初男 你呢 生不改名做不改姓 匡亚北 喂你好 你是谁啊 我是邝叔啊 哎呦 邝叔叔啊 小雨 哎 找你妈妈 你等着啊 妈 客人说电话 你有事吗 快开机吧 哎 喂 小北啊 小姐啊 哈哈 现在没有小北了 现在连老北都不叫了 要叫老贝了 哈哈哈哈 瞧你 都一把年纪了 还那么没正型 哈哈 有事儿吗 哎 没什么事情 永波在外面出差 我打电话问问 看你没什么困难 特别是啊 我惦记着长姐 怕她有什么病了 灾了的 我呀 挺好的 你呢 我们 老样子 过得还挺好吧 哎 哎 哎 那也叫好啊 要么 在外面胡吃海塞 要么回家就泡方便面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学着做点饭吧 一个人也要吃得舒服点嘛 啊 是是 不是 长姐 你说的我 我我都我都记住了 用时间我来看你 哎 好 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哦 好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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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喝杯水 你看 邝叔叔真是关心你 我 你真好看 我当时啊 以为你都有小孩子了 应该比我大 就稀里糊涂叫醒你姐来了 谁知道 你比我还小三岁呢 昨天 我听叔叔阿姨念了 你 说你才不到半年时间 就休了两次假 阿姨说 谁说是军官吧 影响你不好 你是老红军的儿子 他们也是老干部 阿姨还说 常姐 常姐 嗯 别离开这个家行吗 为什么离开 你一家人对我这么好 我真知道该怎么办 别说报答不报答的 你只要在这个家里 不把自己当成保姆用人就行了 我是说 等我复原以后啊 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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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打出来的 好 好了 吃饭了 到点了 你先去 其实我愿意出外勤 跟那些企业老板较劲 过眼着呢 你忘了前几天怎么说的了 我说什么了 你说这太阳像个烤箱似的 西向台报四十度 实际上有五十度了 都快变成烤乳猪了 那 那我说的也是实话 是吧 怎么 在空调房里待两天就嫌不住了 空调房舒服是舒服 可是就是没有你 干活没劲 你怎么现在还这么贫啊 我说的是实话呀 真的 看不见你干活没劲 刘牧 你怎么还不下去吃饭 我们都吃完了 你看最近都瘦 来 刘峰你也能举个性格 来 你来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我总觉得呀 这些有问题的企业法人 这些形象上是没有问题 你说这气质 像法人吗 这长相是朴实了点 有点像打工仔 我还怎么看 你说这些质质 据报人说这十一家有毛病的企业 根子都在远东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远东可是咱省里 红得发紫的企业 会不会是仇人报复或者同行纪役 你先查查再看看 好 你最好给你媳妇 还有给儿子换个地方住 换什么地方 我说的意思就是 换个生活远的地方住 你明白吗 有毛 你心里想什么 我清楚 你算了点什么 这来严的算什么呀 我先走了 赶快下来吃饭 好 就等会儿马上去 我说你今儿不陪那几个客人 大行动我还是要参加的吧 你说咱们去了 也没人对几个破机梯又拍又照的 有用啊 对 还有你 这两天是整那几个专家 干嘛呢你是 你下一步怎么你跟我说说 记住啊 经营智慧 善谋者是吗 自己琢磨去 善谋者是吗 啥意思 老板 煎点油 好啊 找个近的地方加就行了 不会这么差了 怎么 你看 你那宝贝女吉他员 阿星 赶快叫头 走啊 换一个加油站 打电话 通知那个陆宇批开公司的什么杨老板是吧 嗯 对 让他赶快离开 你干什么 打电话啊 用自己电话呀 疯了 动动脑子做事情 说你多少次了 找一个电话听 嗯 啊 知道了 走啊 你什么都得走啊 套门 找个电话 好 喂 喂 是我 你出去躲一阵吧 我也没办法 我凭什么逃 什么 我可是有家有业的 我拿都不去 喂 喂 老板 好了吗 他不走 他不走 你怎么跟他说的 给他钱了 给多少老板 只要他不把这个租赁合同交给那些警察队 过了这个官 你告诉他给他五万了 去了去了快点 喂 喂 这样吧 只要你不把租赁合同拿出来 我们一次性给你五万的感谢金 信李的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 放心 我说话算话 好 哎哎哎好 就在这吧 他们来了 老板 钱放那了 老板 搞定了 好 上车吧 好 警察队员已经到他们那儿了 我怕这香辈儿老是顶不住 还剩下最后一个点 如果 那就真的选完了 你先上车吧 好 好 给我来 快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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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Learn worried 什么事 应该好 有什么事 我以后 поговор Ball аж 棒 跟 陈志 什么事 他们正在一楼右侧的第一间房藏账呢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华彪 华彪 好 谢谢你 走 你好 这边没有 走 快去 走 阿翔 嗯 这次给你这个假老板起了个什么名字啊 这次姓薛 哎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 真正我后老板 是您啊 这帮吉他队员哪天把老子惹急了给他们刹车全鼓着失灵了一个个全扔沟里去 这个你在行吗 如果如果真那样的话 我们倒是可以发个太精彩咯 对不起 请等一下 什么事 请你 在这上面签个字 签什么 呃就是说明这些账策呀 都是你们公司财务部提供的 编号是多少多少 签上你的名字并注明时间 我不签 你必须签 签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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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我现在注意明白了 想明白什么 走 杨老板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 我希望你坦诚一些行吗 就你这个小作坊 开出这么多发票 傻子都不信 你知道吗 这里头 这些还仅仅是从外省市 协查发过来的发票 金额就仅达到五百万之多 以后还不知道 能查出多少发票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是违法犯罪行为 如果你是股东之一 那犯罪你也逃不掉 但如果你仅仅是借个地方 给别人使 你又何必替别人背这个黑锅呢 安雄老板 你说句话行吗 你什么都不用问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两个结婚几年了 八年了 看上去他像是个挺老实的人 没说文化 你腿都相巴老 那两个孩子那么聪明可爱 多幸福啊 什么幸福不幸福的 没有什么大不大对 凑合说着呗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 只要见见康康平安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为了挣钱 去干什么违法的事情 被公安局追究 那可就不值得了 大妹子 我老公可没干过犯法的事啊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问你一下 你们家门口那个牌子 是怎么回事啊 门口那牌子是吧 是去年秋天呢 有个姓李的老板 说要租我们那门框 挂个什么牌子 一个月啊 还有两千块租金 按觉着这是便宜 所以呢 就给了他了 那税务局的人来查过没有 有个年轻人来过 穿着跟你们一模一样的衣服 然后呢 在那门口转了几圈就走了 后来牌子也就挂上了 你知道吗 人家租了你的门框 是为了干违法的事啊 违法啊 对 就是利用这个门框 他们骗局增值税发票 买空卖空 挣了国家很多钱 而你们 恰恰给他提供了这个场地 这 这么说 我们做了违法的事了 虽然不是有意义的 但是 表面上看你们占了大便宜 就是因为这个便宜 他们烦咬你一口 骗你们去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这 你们等我一会儿出口 你 你的身份证丢过吗 你是不是把身份证借给过别人 我想起来了 我们来北高大公司 认识那位叫我们要身份证 有的登完机就还了 可以有的隔三五天才还 可能 是在这过程中做了手脚 明白了 来 你来看看 这里边的人 你是不是有认识 像这种光峰帝身份证 但并不招工的情况 在你们这儿多 多 有一次还去我们村里 给他会登记身份证呢 所以登记就给谁二十块钱 都在照片市场下落的 有的还太北高大公司 那 你看见没有 这些登记过的身份证 都成了所谓的企业法人 明白了吧 这个情况明显不正常 肯定有问题 这些登记过的身份证 长姐挺急 你们怎么才回来 别提了 那两个小老板可真难缠 麦莉跟他们说了四五小时 他们就是不开口 多亏个智慧姐和朱平 和老板娘家常力导那么一聊 搞定了 好样的 瞧你们给你们游姐夸的 长姐 我建议啊 游姐 可以当副组长 干得不错 走吧 走 真是气死人了 我们队友内部总是有些人不争气 那个年轻干部到底是怎么查的 在门口转转就同意他们挂牌子了 什么不争气啊 是不干净 他们就是那种拿了钱就能推磨的鬼 那这么看来 利用小作坊和民工身份证办居家企业 是犯罪分子惯用的手段之一 就不认为是 你还可以 吃饭去 慧姐 一起 我不去了 我还有一些资料要查 你们去吧 那我们走了 气死你 精灵智慧 善谋者胜 你一个人算着动作忙都说什么呢 我现在越来有点佩服他 蔡局 你越来越佩服谁呀 面经 我听说你跟畅伯从小一块长大 对啊 你给我说说 他小时候是不是那种有勇有谋的人 碰了半天你是在佩服永波啊 对啊 我跟你这么说 勇没看出来 他那时候小胞 身体瘦小 不像现在这么高档 这谋嘛 你看这样算不算吗 我们小的时候 玩那个打仗的游戏 他总是指在后边指挥我们 我找他往那儿退 可是我们一旦打败了 他跑在我们前面第一个 这种事我们小时候要干过 其他的 其他的 我小的时候 家里很贫穷 日子过得很艰难 七八岁的时候他就跟着他母亲 下一枪插秧 你别和他七八岁啊 插得很一样 横看成海 树看成海 你说这算不算吗 最起码是聪明 是吧 我去房东市再查点资本 你们先在那儿聊 行 我先走了啊 那行 天天赶紧再跟我聊聊 抽时间我一定好好跟你聊聊 我走了啊 什么事 秦英华来电话 但是要向长军汇报 他准不贫 我这段时间跟秦英华接触 我发现了 他虽然破烂 但人呢 并不轻浮 和我讨论睡法啊 也说了很多实话 你看怎么办 他们说谁约你啊 他哥 就咱们那个重名号 秦英涛 秦英涛 什么时候让你去 明天早上 你去 我陪你去 好 就这么说 好 哎呦 来啦 欢迎欢迎欢迎 来来来来 哎呀 好兄弟啊 订货 订货 啊 忽悠 哎呦 忽悠的尾巴 抱歉 实在抱歉 我呢 今天伤给你一点 我既没戴眼睛来 也没戴耳朵来 至于你们做什么 说什么 我是既看不见 也听不见 建议我出来 一定有话说了 宁华跟我说了你们俩的事 好啊 我支持 我没有什么事 没 没 没有好啊 啊 别着急啊 慢慢来 好事多磨磨 虽然呢 你上次呢 没到我那儿去 我也知道 你也是个福的人 给他钱 今天 只要他碰一下这个钱 甭管你收是不收 一切 就妥妥了 这点钱 好 你开个家 两个亿 那你说 这钱啊 不少 但是这账 它不能那么算 我收了这点钱 就是砸我的饭碗 以后 我靠什么生存 靠什么 养家户口 外搭上 还会身败名裂 良心不安 所以说 这点钱 比我付了成本 它未免太少了些 你那个公司 倒闭了 也就几千万 我跟你要两个亿 你肯定不敢 当然 要得也太不尽情理了 别看我 这件事情 没有个合理的价码 我送你一块钱 给送你两个亿 它是一回事 只要我收了钱 就背叛了正义 出卖了国家法律 和国家利益 你妹妹 从见到我 就很看得起我 这一点 我很感谢 但是 作为一个男人 我必须给你一个忠告 记住 千万别爱一个 见利 忘义 知法犯法 背叛国家人民利益的人 你想想 这种大姐有亏的人 他能对感情忠诚吗 这件事 不是我一边在查你 整个专业主 都知道你 纳税不失的情况 你堵得了我一个人的嘴 堵得了全体上下 上到局长 下到每一个这家队员的嘴 所以 这件事情 最好的一个价码 最合理的办法 我一分不收 你十四九十的 把税款交了 而且也只能是 把税款交了 你的问题解决了 那我的事情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你妹妹 也不会有为难的事情 这不挺好吗 道理大家都明白吗 你们税务局的人 就都那么干净吗 谁不干净你举报谁 东介税务局大楼上 就办了个纳税人俱乐部 我们所有纳税的企业 都是会员 每个月还都得交会费 是啊 这件事情 许多公司的老板都有意见 可是开在税务局的大楼上 谁惹得起啊 几楼 五楼嘛 我还是他们的 金卡会员呢 吃好了吗 走了 好 就吃 吃 快点啊 走啊 好 对不起 接电话 喂 是我 出了 坐这儿 好 我有事先走 先排到这儿 走 走 走了 走了 这 这什么人呢 这是 我看 是好人 看来 你妹妹我的眼光 还是不错的 给我烘烤 你妹妹成为我 永久的记忆 当我的灵魂融进你 非凡的传奇 当你的笑脸点亮我 梦中的岁月 当我的祝福图满你 人生的轨迹 当你的妩媚成为我 永久的记忆 当我的灵魂融进你 非凡的传奇 当你的笑脸点亮我 梦中的岁月 当我的祝福图满你 人生的轨迹 当你的美丽 冬结了我 心灵的屏幕 当我的双手 捧起了你 青春的气息 假如生活可以重新选择 重新选择 假如生命能再轮回一次 轮回一次 我相信爱 从这里开始 我相信爱 从这里开始 开始 进了几下 相识的几乎